金植旅游奖大揭秘 大家都知道,米其林 但你听过金植旅游奖吗? 你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 是不是以为默默无名普通单位评选的呢? 评选好像是庆庆菜菜就选出来的呢? 让我们告诉你,有多少真材实料 主办单位的来历可不小 金植旅游奖是由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证协会 也就是发生旅游纠纷时 出来仲裁的单位 以及交通部观光局 旅游业最高的公家机关主办 世界这么大 要怎么评鉴参赛路线呢? 每家旅行社只能拿四条路线来参赛 要隶属在不同地区 简单的说就是不能同一区 除了比专业、价格、顾客满意度更是重要 一般来说 比赛都是比行程或是亮点写得漂亮 而这个比赛最重要的一环是 需要减负至少五团 每团至少十人 或五十名团员的团体电子机票 让评鉴不再是纸上谈兵 评审真的是专家 评审委员的人数大约为60到80人 包含学术界、旅游界、各国旅游机构代表一同参与 同时送审资料格式统一化 所以人人都会更努力地争取哦 杜绝饭店同级称号 也不得任意变更行程 当得奖行程拿出来贩卖的时候 饭店不能用市场上我们常看到的同等级销售 必须明白标示清楚 这样才能确保品质 全台3877家旅行社共同参与 行通旅游界的奥斯卡奖 晴天旅游台湾唯一一家十年十座金纸奖 也是全国唯一克罗埃西亚获得三次金纸奖的三冠王得主 与你分享金纸奖行程 克罗埃西亚经典中的经典 还有米其林高帽子及龙虾美食饗宴 欣赏风车 花香和比武 来一场法兰德斯艺术深度之旅 神奇迷幻摩洛哥全篮之旅 入住最奢华马扎干海滩度假村 体验圣地古文明 佩特拉起景的以色列约旦 入住瓦帝伦星空帐篷 波波斯 中欧秘境 塔特拉山 老少皆宜 宫殿城堡双享受 简单来说金纸奖就是 有高CP值 价格合理 行程透明有保障 顾客满意度超高 借由金纸奖协会选拔所推荐优质旅游行程 让消费者买得安心 玩得开心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